假设金网路隧道自带了排水奉战 在特大暴雨时能够运行 即使开足马力 也把隧道里的积水全部排空 出谱不算也得需要83个小时 下午4点10分 雨下得很大 但金网北路隧道里还没有什么积水 下午4点半左右 水开始由南往北向隧道里灌 当雨水汇聚成的黄汤不断的涌入隧道内 没人清楚这张雨还要下多久 于是大家都在车里迈起的等待 当有人下车 在隧道内查看拥堵情况时 隧道内的积水已经淹没成人的膝盖 但是没有人愿意汽车而去 距离开始拥堵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这时有经验的人觉得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万一积水淹没了车门将很难再打开 那时逃生就来不及了 但是最终200余辆汽车被困隧道内 积水最深时达到了13米 多台浓溪水连续几天才把它排空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 其实在10年前就有良性的工程师 专门进行提醒 可惜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郑州市市政工程刊测设计研究院的 王岐勋等人 在2011年就曾撰文提到 由于京广路地下隧道的距离长埋身大 一旦大量的雨水进入隧道 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结果呢 一语成谈 郑州720特大洪药灾害 导致京广路隧道六人不幸于难 既然下山隧道容易积水 那为什么还要修呢 随着城市的发展 人口密集 地面交通流量快速增加 城市的交通不得不向地下要空间 于是呢 城市交通隧道应运而生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地面交通的压力 比如此次郑州暴雨积水 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京广路隧道 就是本着这样的初衷设计建设的 京广快速路是贯穿 郑州市区南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 京广路隧道呢 就坐落在京广快速路上 全长4.3公里 从北往南 依次是京广北路隧道 京广中路隧道和京广南路隧道 其中呢 此次受灾严重的京广北路隧道 距离虎石站西广场约300米 主要用来解决郑州虎石站地区 过往旅客的快速集散与疏解问题 隧道主线全长1835米 在龙海路南侧入地 向北过中原路之后出地面 在龙海路和中原路之间为全岸埋段 长1360米 厂埋段长475米 设置引吞 2009年12月工程开工 2012年4月竣工通车 京广北路隧道呢 考虑了排水了吗 城市交通 下川隧道排水设计的理念 主要是挡水 而不是排水 这就是由隧道的特性所决定的 大白话讲呢 就是想方设法把雨水 地下水等挡在隧道的外面 不让它流进隧道内 如果进去少量的水呢 还能依靠隧道的排水系统 强排出去 超过排水能力 那就没招了 京广北路隧道呢 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考虑把水挡在隧道外 再者呢 考虑把隧道内的水排出去 第一个隧道的挡水 一是考虑场地地下水位的影响 遵循以自防水为根本 接缝防水为重点的原则 做好地下钢筋混凝土的结果防渗 二是遵循高水高排 低水低排的原则 重担面设计的时候呢 在隧道的出入口仨道 与地面道路的连接处 尽最大的可能 在洞口设置足水的反坡 也叫防水的坨峰 最大程度的阻止 雨季的隧道外部地面积水 倒灌进入隧道内 这也是隧道防水的 最关键的一道防线 据查呢 隧道相关点位的反坡高度如下 也就是说只要隧道的相关点位积水 超过了上述反坡高度 积水就会慢一股脱风涌入隧道 此次金光北路隧道进水 首先就是从地势角地的南侧 龙海路进入的 第二个隧道排水 隧道的排水系统呢 主要用来排除雨季 长口段的汇水 汽车带入隧道内的地面积水 还有日常的冲洗废水 消防废水和少许的深漏水 水量较大的是雨季长口段的汇水 对于隧道长口段的雨季汇水 汽车带入隧道内的地面积水 考虑布设第二道防线 在隧道内的两头分别设置泵房 在隧道口将汇集的雨水 接引到隧道配置的泵房里 再通过开启水泵抽水 通过管渠排入临近的市政官网 或者是河道 截流隧道口雨水时候呢 在行车道的右侧设计了排水边沟 路面有横坡 积水沿着路面流入边沟之后 再沿凤坡汇入到泵站积水池内 金光北路隧道全线设计了 两座地下排水泵站 每座泵站里安装了三台水泵 水泵的启停采用自动控制 当泵站内积水池的积水 达到了一定水位的时候 水泵就可以自动启动 及时地排出积水 其中一号泵站位于隧道的最低点附近 也就是南端的龙海路路口南侧 设计规模1863立方米每小时 二号泵站位于隧道北路口附近 设计规模是1812立方米每小时 雨水经泵站抽升以后 通过DN800DN1000的压力管道 向北排入了金水河 金光北路隧道的排水设计 必须符合当初的降水重现期等有关规范的要求 才能够进行建设和运营 但是 金光路隧道三小时内积水30万立方米 即使开足了马力去排水 要是把这些水全部的排空 初步估算也得需要83小时 更何况在郑州遭受罕见的特大洪楼灾害时 顺时雨量大 持续时间长 隧道附近的路面又都积了很深的水 地下深圳管道也早被淹没充满 周边的金水河等河道也早已满槽 持续的高水位的顶托 很显然 依靠隧道自带的设施去排水 那简直就是杯水车型 何况 隧道被淹没以后 地下风站还断电无法启动 此次郑州720特大洪楼灾害 所产生的破坏和损失是惨重的 但我们的城市建设 管理队伍和市民们 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增加经验 第一个 金网路隧道的设计者曾经撰文讲 本隧道虽以竣工通车 但尚未经历恶劣天气 灾情等极端条件的考验 所以具体效果还需一定的运营周期 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不幸的是 我们真的遇到了现实的检验 所以建议今后城市中的下川隧道 对于设计者而言 在设计时更应该充分地考虑 应对极端天气的情况 提高设计的防水级别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 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 下川隧道仍是解决 城市交通拥堵的一种方式 不可能废弃 因此就更应该提高管理水平 既然已经了解到隧道的排水能力有限 不足以应对极端天气 就更需要结合各类的预警信息 及时对城市隧道交通 采取管控措施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 提高安全意识 更应该摆在首位 与生命比起来 汽车手机钱包等财产 实在是太轻 面对不可预测的极端天气灾害时 懂得及时舍弃 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 关注公式天章 为你解读热点新闻背后的科学知识 咱们下期见